一个男子为了霸占别人的家产,不惜出卖自己的媳妇,他最后是下场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说的故事,贪财的丈夫。 话说这故事发生在明朝的时候,县城有户人家,户主名叫张德旺。 张德旺今年五十多岁了,家里还有个儿子名叫张小宝。 说起这个张德旺大家伙还是挺佩服这个老头子的。 因为张德旺的媳妇得病早逝,把四岁大的张小宝留给了张德旺。 张德旺是又当爹又当妈的,把张小宝给抚养长大。 这有的看官,老爷就问了,这张老头为啥不再找个媳妇一块过日子,还能给他看孩子呢? 不是张德旺不想,而是没有姑娘能看上他。 一个男人还带个孩子,这家里的条件也不好,嫁过去就是跟着吃苦受罪的, 就连寡妇也没有相中张德旺的。 好在张小宝从小就比较省心懂事,让张德旺是省了不少的心。 张小宝这孩子从小就头脑灵活,长大后跟着的城里的王源外干活。 没过两年就被王源外给提成管事了,这工钱每个月也不少。 看着儿子,自己儿子出息了,张德旺也是非常的高兴。 张小宝是挺孝顺的一个孩子,知道自己老爹这些年为自己吃了不少的苦头。 现在自己有钱了,当然要好好地孝敬一下自己的老爹了。 张小宝找人卖了一块好宅子,然后盖了一个新的院子。 还找媒婆给自己的老爹说亲事,可是一个没找到让张德旺满意的。 张德旺虽然是嘴上说着不愿意,但是心里早就乐开花了,心想这儿子果然没有白养啊。 然后就搬进新院子住了。 周围的百姓都是非常的羡慕张德旺有个这么好的儿子。 张德旺听着别人的夸赞之词,而是非常的高兴。 不过最近呢,张德旺就碰到了一件让他头疼的事,整日里愁眉苦脸的。 原来自从搬进这新院子之后呢,张德旺就把自己以前的老院子给租出去了。 这闲着也是闲着,租出去还能挣两个钱花花泥。 可是让张德旺没想到的是,这房子才租出去没有多长时间。 他的房客周氏就半夜突疾病猝死了。 虽然经过五座的检查周氏的死和他人没有关系,是突发疾病挂掉的。 可是张德旺好端端的房子一夜之间变成了凶宅。 这房子里死过人之后,想要将这房子再租出去,可就不是很容易的事了。 本来张德旺的这房子在城里的繁华地段,位置还不错。 一楼可以做个小买卖,二楼可以住人,张德旺把这出租的牌子挂出去不久,就有很多人来问这房子的。 但当他们知道这是凶宅之后,都摇摇头走了。 张德旺这房子再也没有租出去过。 这天,张德旺正在喝闷酒呢,突然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找到了李四张德旺,说要租张德旺的房子。 张德旺一听,是非常的高兴,就带着这男子到自己的房子去查看了一番。 通过一番交谈得知,这想租自己房子的男子名叫李四。 李四在房子里看了半天,慢悠悠地说道,这房子还不错,不过嘛,你这个价格还是太高了。 张德旺一听,就陪着笑脸说,怎么会呢? 这么好的地段,这么大的面积,别人骑马要五两银子,我才要三两银子。 李四听后,是不为所动说道,一口价二两银子,怎么样? 张德旺连连摇头说道,这已经是赔本价,不能再低了。 这个时候,李四凑上前,压低了声音说,老先生,咱明白人不说糊涂话,据我所知,这房子死过人吧,现在可是个凶宅,我敢说除了我,不会有人租你的房子的。 听到李四这么一说,张德旺顿时是哑口无言。 李四看到张德旺的表情,得意地说道,所以说,二两银子已经很合理了,而且我可是长期的租住啊。 张德旺心里盘算了一下,难得有人肯租这房子,而且还是长期的租住。 更何况,对方知道这是个凶宅,以后万一出了事,自己也不会有麻烦。 想到这里,张德旺痛快地点了点头说道,那成。 当下,李四就付了五两银子的定金,说道,这房子我是替别人租的,过两天,我带他们来看看。 张德旺当即答应了。 第二天,李四果然带人来看房子了。 张德旺一看,那是一容貌憔悴的女子,那女人衣着朴素,始终低着头,进门后,李四就没好气地说,看看吧,这就是我给你租的房子,定金都付了。 这时,那女人才抬起头来。 张德旺发现,她的眼睛红红的,似乎刚刚哭过。 这模样长得还算是俊俏。 那女子只是随便看了看,就轻声说了句,挺好的。 李四立刻说道,那就这么定了,咱们来签契约吧。 然后,张德旺就跟李四签了契约了。 契约签好之后,李四丢下一年的房租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等李四走后,张德旺本想离去的,不过这时候,就听到那女子, 是呜呜地哭了起来。 张德旺一看就赶忙问这女子是怎么回事, 那女子哭哭啼啼地说出了原因。 原来这女子名叫桂花,是李四的媳妇。 不过现在她们已经合理了。 就是因为这个李四变了心了。 相中了一个有钱的寡妇, 可是那个寡妇给李四说, 要娶她必须把她原来的妻子给修掉, 让她做正事才行。 李四为了得到那寡妇的钱财, 就狠心地和桂花合离了。 不过那桂花的父母都没了, 老家的房子也早就让李四给变卖了。 现在桂花是无家可归了, 李四为了让自己留点好名声, 这才出钱给桂花找了这个一个住处。 张德望听到这里, 鼻子都气歪了, 大声地骂到这里四为了钱财, 竟然狠心修掉自己的结发妻子, 还真是个混蛋呢。 张德望就对桂花说了, 桂花呀, 你就在这里放心地住着, 我的新院子离这里也不远,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就找我就行了。 桂花听后也是谢过了张德望。 回到家后的张德望心里对李四的做法是气愤不已, 同时也对桂花表示同情。 到了第二天, 张德望就起身去看望桂花, 想问问他在这里住的是否还习惯, 可是张德望一连敲了好几声门, 都听不到里面有人回应。 张德望的心当下一沉, 想到不会出事了吧, 上次那个周氏也是叫门, 无人答应, 才发现人已经挂掉的。 想到这里张德望是撞开了房门, 赶忙走到屋子里一瞧, 只见桂花在床上躺着呢。 张德望赶忙走了过去, 看到桂花是双眼紧闭, 一探着眉头还挺热的, 这是生病了呀。 张德望的心是终于放下来了, 好在这人没有挂掉, 这万一再出了什么事情, 自己这房子就算是废了。 张德望赶忙请来了郎中为桂花诊治。 郎中给桂花把麦之后, 开了一些药方, 让张德望抓药后, 给桂花熬至完服下, 桂花的病情这才好了些, 张德望服了诊费之后, 就把郎中给送走了。 回到屋子的时候, 桂花已经坐在床上了, 看到张德望就说道, 真是麻烦您了, 这药费我以后会还给您的。 张德望听后就说道, 你人没事就好了, 其他的都不重要啊。 吩咐桂花按时吃药之后, 张德望就走了。 这回去的路上, 张德望还想呢, 难道自己的这个宅子, 真的是不是不适合住人了吗? 开始的时候还好好的, 怎么一晚上就得病了呢? 张德望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索性就不想了。 然后回家之后, 就提着自己的鸟笼子, 就溜接去了。 等到了上午, 张德望回到家的时候, 就愣住了, 这桌子上已经摆上丰盛的饭菜了, 难道是自己儿子回来了? 不对啊, 自己儿子也不会做饭呢,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就在张德望疑惑的时候, 就见挂花端着一个菜, 又从厨房出来了。 见到张德望就说道, 昨天你说你住在这里, 今天早上又帮我 如此的一个大忙, 我就想来看看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刚好看到你提着鸟笼子溜接去了, 你这院子门也没有关, 我就自作主张地进来, 给你做了些家常便饭。 张德望一看就说道, 桂花麻烦你了, 来来来, 坐下一块吃吧, 然后桂花就和张德望一块吃了饭了。 等吃完饭后, 桂花又把桌子给收拾干净, 看到张德望还有几件脏衣服, 又给他洗了起来。 张德望看着给自己洗衣服的桂花, 这心里不禁是有些冲动。 打着之后呢, 张德望就没事整天向桂花租的房子跑, 桂花也是经常来张德望做饭吃。 这一来二去, 孤男寡女的, 尤其是张德望都光棍了这么多年了, 现在有个漂亮的女人不仅给自己做饭, 还帮自己收拾家务, 这让张德望很是感动。 然后张德望就给桂花表明了自己的心意了, 虽然张德望今年五十多岁了, 但是人还是挺精神的。 桂花呢, 就答应张德望了。 然后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这个是呢, 张德望一直没有给自己的儿子说, 张小宝也一直帮着王园外打理生意, 忙得也没有工夫来看张德望。 既然这桂花都已经跟了自己了, 就搬过来跟张德望一块住了。 所以张德望的老宅子又空出来了。 所以张德望又在这门上贴上了出租, 想把这房子再给租出去。 和桂花在一起之后, 张德望精神也变好了, 每天早早的就睡下了。 这天一早, 张德望起床没有看到桂花, 以为他去做饭去了。 可是这厨房里也没人呢, 就想着可能是到集市上去卖东西了。 也没有在意, 就出门溜达一下等桂花。 这个时候, 他邻居张三笑着说道, 张老哥, 你真是厉害啊, 之前一次租房子白捡了一个老婆, 这次你这房子又租出去了, 看来你又要走运了呀。 张德望一听, 纳闷了说道, 房子租出了, 我怎么不知道啊, 没人给我说呀。 张三就笑着说道, 你不知道, 人家都往里搬东西了, 你不知道, 是不是你媳妇租出去的呀。 张德望一听, 就赶忙跑到了自己的老院子前。 现在就有一帮人往里搬东西呢。 张德望就找到那个指挥搬东西的那男子说道, 你们干什么? 为什么往我家里搬东西啊? 那男子就说道, 你干什么的? 什么你家? 这是我刚买的院子。 张德望听后就说道, 住手, 这明明是我的院子, 怎么就成了你的家了? 你再不住手, 我可就要报官了。 那男子听后就说道, 我还怕你不成, 这房契在我手里。 走到哪里, 我都不怕。 张德望看着男子瞒不讲理, 就去县衙报了官了。 县老爷孙大人听了两个人的陈述, 就说道, 张德望你说, 这房子的是你的, 你把房契拿出来看一下。 张德望听后就说道, 大人, 房契在小人的家中。 等小人这就去取来, 孙大人就派了一个捕快跟着张德望去了。 过了一会的功夫, 张德望是满脸焦急地回到了大堂上说道, 大人, 小, 人的房契找不到了。 可是这街坊四邻都能给小人作证啊, 这房子就是小人的老宅子, 一直出租并没有售卖出去啊。 孙大人又命不快去上街上打探, 得到的结果, 这房子是张德望的, 可是他卖, 没有卖就不知道了。 孙大人又问那个男子说道, 你可有房契啊。 那男子就说道, 回大人, 小人是有的。 然后就将房契拿了出来。 张德望看到之后就怒道, 好你个贼人定是偷到了我的房契, 还请大人将这贼人拿下呀。 孙大人就问这男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那男子就说了自己名叫刘大强, 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前天从一个名叫李强的人手里花了二百两, 卖了这个宅子。 张德望一听就说道, 大人这个人就是胡说八道啊, 我这个院子虽然是地理位置不错, 但是按照市场行情最多, 也就值个一百两银子。 他竟然说花了二百两, 这不是冤大头吗? 孙大人一听, 也觉得张德望说的有道理, 就问刘大强什么原因。 刘大强就说道, 大人, 前段时间那房子里不是死了一个女人吗? 孙大人也是知道这个事, 就说道, 对呀, 是死了一个女人, 按说这宅子还算是个凶宅, 更不值钱了, 你为何还要花高价购买这个宅子呢? 刘大强就说道, 大人, 这个宅子虽说是个凶宅, 但是死去的那个人, 正是我的亲生母亲周氏啊。 张德望一听, 就愣住了说道, 你胡说, 我之前听周氏说过, 他自己一个人, 丈夫和儿子都死了, 怎么又蹦出了你这么一个儿子呢? 刘大强听后就说道, 自己小的时候, 母亲周氏就因为家里太穷, 跟别人跑了, 把自己和父亲给扔在了家里。 从那之后, 自己就发誓, 以后一定要挣大钱, 让他母亲后悔。 后来自己真的发了财了, 可是自己的老爹也得了重病了, 临走之前, 嘱咐自己一定要找到自己亲生母亲, 要原谅他。 如果可以的话, 把他们两个给合葬到一块。 刘大强这才知道自己的老爹 还一直挂念着自己的母亲, 为了完成老爹的遗愿, 刘大强就四处找人打听周氏的下落。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让刘大强打听到了周氏的一些消息。 周氏在抛弃刘大强父子之后, 生活过的也并不是很好。 他男人没几年就死了, 给周氏留下了一些钱财。 周氏就靠着这些钱财度日, 这钱花完之后就给别人做女工, 生活得十分艰辛。 后来租到了张德望的院子里, 没想到突发疾病就挂掉了。 刘大强好不容易得知了母亲的下落, 不过等他找到之后, 这母子两人已经天人永隔了。 刘大强是忍着悲痛, 把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老爹给葬到一处。 也算是了老爹最后的一个遗愿。 在刘大强给他母亲收拾遗物的时候, 发现他母亲租住的这个院子, 和他小时候的家布局是差不多的, 而且房间里的摆设是那么的熟悉。 让他感觉到了又回到家温馨。 可是当时忙着把自己母亲的遗体给运走, 也没想着把这院子给买下来。 等后来刘大强看着自己的父母的牌位, 这才起了把这院子给买下来的念头。 等自己赶到这院子的时候, 正好碰到了院子的主人, 一个中年男子李强, 表明了自己的意思之后, 李强就说道, 这自己的祖宅不能卖的。 后来在刘大强的要求之下, 李强答应以二百两银子的价格卖给自己, 不过要让自己等一段时间, 他说要把自己的东西给收拾一下, 刘大强一听也合理就答应十天之后来找李强。 没想到昨天晚上李强就找到了自己, 说是已经收拾完了, 还把房契给拿来了。 刘大强一看李强把房契都拿来了, 也痛快地给了李强二百两银子。 今天一早就命人把自己的东西给搬进这院子, 没想到被张德望给拦下了, 说这院子是他的。 张德望听刘大强说完, 就又仔细地问了刘大强那个李强的样貌。 听完刘大强的描述之后, 张德望一拍大腿大叫道, 哎呀,我上当了。 然后就把李四给桂花租房子的事给孙大人说了, 还说道, 大人, 这个李强肯定就是李四啊, 他让他媳妇偷了了房契啊。 孙大人听后, 赶忙就命补快钱去捉拿李四。 没过一会的功夫, 这补快就回来, 李四没有捉到, 带来一个女子, 这女子就是桂花了。 张德望一看到桂花, 就质问他是不是他偷的自己的房契。 桂花也哭着说出了这事情的缘由。 原来李四这个人好吃懒做, 还好赌博, 每次输了钱回到家后都会打桂花一顿。 桂花也想离开李四, 可是自己一个弱女子能去哪里呢? 只能是每天尽心尽力地照顾着李四, 希望他能够对自己好。 这天李四笑着就回到家了, 对桂花说他们要发财了, 然后就把自己碰到刘大强, 要卖房子的事给说了一遍。 桂花听后就说道, 你高兴什么呀, 那房子又不是你的。 李四就笑着对桂花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这张小宝不是一直张罗, 这给他老爹找个媳妇吗? 听到李四让自己去勾引张德望, 桂花的心里是万念俱灰呀, 没想到李四为了钱财什么都不顾了。 桂花是拼死不答应的, 没想李四突然给桂花跪了下来, 还答应桂花等他们拿到钱之后就带着桂花远走高飞, 以后一定好好地带她。 桂花经不住李四的软磨硬泡就答应了李四。 住进了张德望的院子, 趁着张德望熟睡的时候, 偷走了房契, 交给了李四。 说好, 今天一早, 李四就带着桂花远走高飞的, 可是等桂花去找李四的时候, 李四早就跑了, 把自己一个人给扔在了这里。 桂花现在是心都死了, 和张德望接触的这段时间以来, 张德望对自己还不错, 自己鬼迷心窍地偷了他的房契, 现在李四又跑了, 自己没脸再活下去了。 打算在这屋子里一死了枝, 没想到被前来抓捕李四的捕快给救了下来, 带到大堂上了。 现在案件是真相大白了,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李四搞的鬼。 孙大人就问道, 桂花李四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亲戚呢? 桂花想了一下就说道, 回大人, 李四在乡下还有个表姐。 孙大人认为李四急有可能去找他表姐去了, 就命不快去乡下捉拿李四。 果然李四被逮捕归案了, 在这铁证面前交代了自己的犯罪经过, 也追回了李四骗取的二百两银子。 李四因为诈骗被关入大牢厅后发落了。 孙大人就问张德望, 这宅子你打算怎么办呢? 如果不卖的话, 就把二百两银子还给刘大强了。 如果卖的话就把这二百两银子给你了。 张德望想了一会就说道, 大人刘大强为人孝顺, 这院子我就卖给他吧。 刘大强听后也是对张德望表示感激, 就带着人去搬东西去了。 孙大人又说道, 桂花虽然本官也很同情你, 但你跟李四合伙偷到他人的财物, 也犯了律法。 来人呢, 把桂花押入大牢。 张德望一听, 就跪倒在地请孙大人原谅桂花。 原来张德望这段时间是真的喜欢上了桂花了。 虽然是桂花偷了自己的房契, 但也是被李四所破, 现在李四被关入大牢。 桂花应该就能够和自己安心的过日子了。 桂花听到张德望给自己求情, 也是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孙大人一看这样就让张德望把桂花给带走了, 正好张小宝回家来看张德望, 看到自己老爹领了一个姑娘回来了, 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没过几天, 张小宝就给他老爹和桂花举办了婚礼了。 一个小伙子染上了毒瘾, 为了凑够赌钱的资本, 竟然把自己老娘给当入了当铺。 后来小伙时来运转发达之后, 想把自己老娘给赎回来, 没想到得知真相之后后悔不已。 这就是咱们要说的故事, 三个耳光。 故事开始的时候, 一个中年男子正在自家屋外来回的踱步, 这表情是喜忧参半。 屋里时不时地传出女子痛苦的叫声。 没一会的功夫, 就听到了一个孩童哇哇的哭声。 随后一个接生婆吴大妈过来, 对着男子说道, 恭喜李老爷, 夫人给您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母子平安。 男子听后, 那皱起的眉头瞬间舒展开了, 连忙叫下人过来, 拿出五两银子给吴大妈。 吴大妈见状就说道, 李老爷用不了这么多, 给的太多了。 这男子就笑着说道, 不多, 不多, 今天有了儿子, 我高兴, 多的钱算是赏钱。 吴大妈听后, 拿着银子高兴的就走了。 原来, 这男子名叫李福海, 是城里回春堂药铺的掌柜。 李福海今年已经三十多岁了, 成亲这么多年, 才有个儿子, 您说他能不高兴吗? 他媳妇香秀是古玩店周掌柜的闺女。 以前的人成亲都早, 李福海和香秀成亲这么多年, 一直没有孩子, 两人都挺着急的。 虽说李福海是开药铺的, 也懂些医术, 但对于自己媳妇一直怀不上孩子的事情, 也没有好办法。 只能听天一顺天命了。 后来, 也是李福海好人有好报, 无意间救了一个落魄的乞丐, 乞丐知道了李福海的烦恼, 就告诉了他一个土方。 没想到用了没多久自己媳妇就怀上了。 李福海对自己这儿子非常的疼爱, 希望他以后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一生, 所以给他取名李平安。 李平安这小子从小就机灵, 但他就不干正事, 整日调皮捣蛋, 香秀作为母亲本就疼爱儿子, 不忍心管教。 李福海好不容易得了一个儿子, 把李平安看得跟着宝贝似的, 犯点小错, 也不愿管教他。 老话说得好, 慈母多败儿, 自不孝福之过。 因为父母的溺爱, 再加上自己老爹是开药铺的, 家里有钱。 李平安就染上了一身的恶习。 长大后的李平安整日 和一群狐朋狗友混在一起, 没钱了就找自己老爹要。 等李福海想管教他的时候, 发现自己说话这小子已经不听了。 自己老子的话都不听, 更加不用说是自己母亲的话了。 李福海整日让他气得不行, 时间一长就患上病了。 没过多长时间, 就一翘辫子挂掉了。 李福海走后, 香秀是伤心的不行, 把李平安叫过来, 让他跪在自己老爹排位前认错。 而且, 生平第一次狠狠地打了李平安一个耳光。 李平安当时正值青春年少, 用咱们现在的话说, 就是正处在青少年的叛逆期。 让他母亲打了这一耳光之后, 心中气愤不已。 认为自己母亲让他, 在前来给自己父亲吊咽的人面前丢了面子。 虽然心中恼怒想一走了之, 但也不愿让人给自己扣上一个不孝子的帽子。 等办完父亲的丧事之后, 李平安是彻底放飞了自我。 药铺全靠自己母亲一人打理, 在外面玩得没钱了, 就去找香秀药。 就算香秀不给他也有办法, 和他家药铺挨着不远的地方, 就有一个诚信当铺, 掌柜名叫胡东来, 为人非常和善。 李平安就偷拿药铺的药材去当铺换钱。 这时间一尝当铺的伙计就说道, 李平安, 你能不能当些别的东西? 我们这里都快让你给当成药铺了。 仓库里全是你家药材了。 李平安一直偷拿铺子里的药材, 香秀也没办法。 时间一长, 这药铺也开不下去了, 只能关门大吉了。 这有的看官就疑惑了, 李平安玩什么呀, 把他老爹的铺子都给完没了。 其实不是别的, 就是这小子在胡鹏狗友的引诱下染上了毒瘾。 您给各位想想, 咱们之前讲的关于赌博的故事, 有那个能在赌场里全身而退的, 有那个能在赌场里发财的, 不都是把自己搞得身败名裂, 家破人亡吗? 李平安也不例外, 他老爹药铺里能当的东西, 已经让他给当完了。 他母亲香秀也让他给弃病了。 李平安也不给他看, 就是因为既恨当初他母亲在他老爹排位前打他的一耳光, 让他感觉自己在人前丢人了。 所以现在李平安也不管他母亲的事, 有病就自己扛着。 香秀虽然伤心, 但内心更多的是自责, 恨自己当初在李平安小时候没好好教育, 做人的道理。 不过现在后悔也是无用, 儿子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让香秀没想的是李平安为了赌博, 把家里的老房子也给卖了。 而且卖房子的钱在赌场里一晚上就给输没了。 现在李平安和香秀是无家可归了, 只能寄住在承熙的破庙里。 那破庙本就不能长时间助人, 何况香秀还得了病。 不过李平安可不管这些, 把自己母亲扔在破庙就走了, 幸好破庙里有几个乞丐, 看香秀生病不能动, 儿子又不管他。 新生同情, 就把他们要到的吃的给香秀分一份, 这才保住了香秀的性命。 可香秀本就生病了, 现在吃不好, 住不好, 病情就更加严重了, 已经不能自己走路了。 李平安可不管这些, 见那些乞丐给自己母亲分吃的, 又去赌场了, 就是没钱去赌, 去看看过过盐银也是好的。 李平安痴迷赌博就到了这种地步, 不过在赌场里光, 看着别人赌博, 自己也手痒, 可没有赌资怎么办呢? 李平安想了想, 决定去诚信, 当铺找胡掌柜碰碰运气。 毕竟自己也是他们那里的老客户了, 怎么着也得给自己几分情面吧? 等李平安到了铺子的时候, 都已经是傍晚了。 胡掌柜见到是李平安之后, 就皱起了眉头。 他本身就不喜欢李平安, 这小子在他们这里是出了名的不孝子, 不过自己是开门做生意的, 虽然不喜欢, 也不能有生意不做不事。 当铺的伙计对李平安也不是很喜欢, 见识这小子到来, 耽误自己下班, 就没好气地说道, 李平安, 你家的药铺都让你给当完了, 你还来做什么? 是要当什么其他的东西吗? 李平安听后笑着说道, 胡掌柜, 你看咱们也共事那么长时间了, 也算是老熟客了, 别的铺子对老客户都有优惠活动, 你能不能先给我一百两银子, 我去赌场翻了本连本待息的都还给你。 胡东来一听, 顿时就不乐意了, 这小子是来捣乱的吧? 把银子给你那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挥手就想把他赶走。 这时当铺的伙计听后, 也让李平安给契乐说道, 我说你小子是不是疏疯了? 我们这里是当铺, 你想要银子应该去钱装啊。 想在这里拿走银子就得拿东西来当, 不过你现在就一个生病的老娘, 还有什么东西能当的? 你总不能把你老娘给当了吧? 李平安本来看到胡掌柜拒绝了自己, 还挺难受的。 但听到这伙计对自己的一阵嘲讽之后, 心里顿时乐开了花说道, 对,对啊,当老娘, 我还有一个老娘呢, 明天我就把我娘背来当一百两银子。 胡掌柜咱们可说好你可不能反悔啊。 说完李平安这小子一溜烟就跑了。 到了第二天一早, 胡东来刚开了铺子门, 还没整理好呢, 就见李平安拉着一个平板车就来了。 这车上还拉着一个妇人, 就是李平安的老娘香秀了。 香秀今天一早, 本以为自己儿子良心发现, 这是要拉着自己去看病呢, 没想到却来到当铺这里。 李平来见到胡东来就说道, 胡掌柜你看我把我老娘给拉来了, 今天就用我老娘当一百两银子, 你抓紧让伙计拿钱开当票。 胡东来是没想到李平安这小子竟然浑蛋到如此地步, 就想开口教育一下李平安做人的道理。 这时候昨天嘲讽的李平安的伙计也来铺子里上班, 见这家伙竟然真把自己生病的老娘给拉来了。 这伙计就没好气地说道, 李平安, 你还是不是人呢? 怎么还真的把你老娘给拉来了? 那个当铺能拿大活人当银子啊? 再说了, 你老娘现在一身毛病, 现在都不会动了。 你这不是想让我们掌柜替你养着你母亲吗? 这种赔本的买卖我们是不会做的, 你赶紧地拿理来回哪里去。 说着就要把李平安给撵走。 胡东来看到板车上香秀就拦住了伙计说道, 行, 这个当我们接了。 说着就留下原地发呆的伙计, 和欣喜不已的李平安, 到了柜台拿出一百两银票, 又写好了一张当票, 交给了李平安。 李平安接过银票和当铺之后, 心里高兴得不得了, 就对香秀说道, 娘啊, 我现在暂时把你放在胡掌柜这里, 等我发了财, 就把您给接走。 香秀这时候才知道, 自己儿子一大清早把自己从破庙里拉出来, 并不是给自己去看病, 而是把自己给卖了。 香秀现在是满眼泪水, 抬起巴掌, 狠狠地扇了李平安一巴掌。 李平安心中有愧, 也不说什么, 捂着脸就跑了。 伙计一看掌柜的竟然接下了这个当, 就不解问道, 掌柜的, 李平安这小子就是一个十足的毒鬼, 他老娘现在一身病, 都不能走路了, 您怎么还能把这当给接下来呢? 这不是明摆着吃亏上当吗? 胡东来看着香秀说道, 老姐,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 二十年前, 我刚到这里的时候, 饿得都走不动道了, 是您父亲给了我一个馒头, 才没让我饿死街头啊。 后来我通过自己努力开了这个当铺, 想再回去找您的时候, 您已经嫁人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咱们两家铺子还挨得那么近。 香秀看着胡东来疑惑说道, 你是小胡子。 胡东来听后流着眼泪说道, 老姐姐是我呀, 我就是小胡子。 香秀没有想到自己老爹当年, 救的小伙子, 现在也这么大了, 看来岁月不饶人呢。 当铺的小伙计也挺机灵, 见状赶忙把板车给推进铺子里去了, 胡东来柜台后面正好有张床, 是他平日里休息用的, 这会也派上了用场。 让香秀躺在上面休息, 然后又让伙计赶忙去请郎中来给香秀瞧病。 这个事很快就在街面上传开了, 有人说胡东来是好心, 也有人说胡东来是贪图香秀的美色, 想给自己找个老伴, 反正他老伴也走了许多年了。 这些风言风语传到胡东来耳朵里, 他都不在乎, 他现在就想把香秀的病急养好。 还别说, 经过大半年的修养香秀已经能下的走路了, 时候还能在铺子里帮着打扫一下卫生什么的。 咱们划分两头, 再说说李平安这小子。 这家伙拿着当自己老娘换来的一百两银子, 又是一头扎进了赌场里, 开始的时候还小赢一些, 后来是越玩越上头, 本金和赢的钱又全部给输完了。 而且自己当铺当娘的事也让大伙知道了, 都在背后对他指着点点。 李平安受不了大伙的白眼, 就逃到临线去了。 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他啥也不会。 只能乞讨生活, 如果白天, 逃到一个铜板晚上, 就会赌场里去耍, 想以此翻本, 可事与愿违, 每次两下就输光了。 然后白天再去乞讨, 就这样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直到一年之后, 李平安的生活还是这样。 不过这天李平安像往常一样, 出去要饭, 今天运气好, 碰到一个大方的少爷, 扔给了他五个铜板。 李平安心里是既高兴又气愤, 高兴的是自己一下子要了五个铜板。 气愤的是, 那少爷看自己不屑的眼神, 根本就没把自己放在眼里呀。 像当年, 自己也是个少爷呀, 跟自己神气什么呀。 想到这里, 李平安又不仅黯然失色起来, 自己落到这个地步, 都是赌博害的。 所以, 自己要用这五个铜板 把自己失去的再从赌场里捞回来, 都到这会了, 李平安还是一心想着赌呢。 李平安来到自己栖身的一个破庙里, 打算白天好好地休息一番, 等晚上再去赌场里大概一场。 等李平安到了破庙之后, 就发现几个乞丐围拢在一起赌大小呢。 一看有赌场李平安立马就来兴致, 就围了过去, 就见一个起正吆喝着, 让大家吓住猜大小呢。 看来这人就是这场的发起人了。 李平安看着人有些面生, 就问一个观看的乞丐什么情况。 那乞丐就说道, 这个面生的乞丐是刚来的。 还随身带着一个骰子, 大伙都好奇呀, 反正闲着也没事, 就和他玩两把。 没想到这家伙还挺厉害, 赢了不少钱了。 李平安在观察那乞丐, 发现他左右手各少了一根手指头。 但这并不影响他摇骰子的速度, 而且每次都能摇到自己想要的点数。 李平安心想这可是个高手啊, 如果自己学会了这个本事, 不就发财了吗? 等众人散去之后, 李平安就来到那个乞丐面前说道, 大哥, 我看守法高明, 怎么沦落到和我们一样成了乞丐呢? 那乞丐看了李平安一眼说道, 你谁呀? 咱们熟吗? 李平安健壮, 赶忙拿出自己讨来的一个鸡腿说道, 大哥, 这是我刚讨来的, 您快吃吧。 那乞丐接过鸡腿, 也不客气, 就吃了起来, 等吃完之后就说道, 我看你小子人不错, 就给你说说我的事吧。 其实我的真实身份, 就是城里的亡员外。 李平安听后笑着说道, 大哥, 你别逗了, 就你这打扮还云外呢, 咱们就是同行啊。 那乞丐笑着说道, 一看你小子就是年轻, 知道什么叫乔装打扮吗? 我是专门打扮成这样来过靶影的, 如果让我老婆知道我去赌了, 非把我打个半死不成, 看到我这个手指了吗? 就是我输完了全部家产之后, 我母亲一狠心给我剁下来的。 李平安听后就盲问道, 大哥, 你母亲这么厉害呢? 还把你的手指头给剁了下来, 难道你不恨她她吗? 那乞丐听后就说道, 谁说不是呢? 当时我是恨得牙痒痒的, 都说虎毒不四子呢, 自己母亲怎么能那么狠心呢? 可现在我一点也不恨了, 在剁了我手指之后, 我母亲就让我气得病死了, 我也泛然悔悟, 是赌博害我输了万贯家产, 害我失去了至亲。 后来, 我就自己又剁了自己一根手指头, 发誓以后再也不赌了, 在后来就凭借这父亲留下的关系, 做些小买卖, 慢慢地就发家了, 现在想来父母就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啊。 后来我发达了之后, 就专门娶了一个屠夫的女儿为妻, 我老婆那性格泼辣, 尤其痛恨赌博, 我娶她就是怕我在控制不住去赌。 现在乔装打扮这样, 也就是过过手瘾, 根本就不敢去赌场。 李平安听这乞丐说完, 又联想自己气死老爹, 当了自己老娘, 也不知道自己老娘现在如何了, 心中一时间有种万种悔恨涌上心头, 那眼泪就啪啪地掉下来了。 那乞丐健壮就赶忙问李平安啥情况, 李平安就把自己事也给他详细地说了一遍, 随后就说道, 王大哥, 你说我这样做还算个人吗? 那乞丐听后就说道, 看你现在这样, 估计和我当年后悔的心情是一样的。 如果你真心想悔改的话, 看在咱们同病相怜的份上, 老哥我就帮你一把, 明天到城东王府大愿找我。 说完那乞丐起身就走了。 等那乞丐走后, 李平安拿着手里的五个铜板, 心里就犹豫开了, 是去赌场是一试运气, 还是以后戒掉赌博。 天人交战一番之后, 选择了明天拿着五个铜板去找那个乞丐。 到了第二天一早, 李平安就到了昨天那个乞丐说的地方。 昨天那乞丐只说自己是王源外, 也没问他叫什么字, 自己现在的这个打扮过去找人, 估计得让看门的把自己给撵出来, 自己还是门口等一会吧。 没一会的功夫, 就见一个穿着华丽的男子从门口走了出来。 李平安一看就是昨天乔装成乞丐的王源外, 立马跑过去说道, 王大哥, 我来了。 王源外看着李平安说道, 行, 你小子挺准时的, 看在咱们同病相连的份上, 你就跟着我吧。 就这样李平安就跟着王源外在铺子里忙活。 这一晃的功夫就两年过去了, 李平安再再也没去过赌场, 彻底地把赌博给戒掉了。 而且在王源外的帮助下, 自己在城里还开了一个小杂货铺生意还不错, 还雇了伙计。 这天李平安收拾货物的时候, 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自己曾经穿的乞丐服, 他本想用这衣服, 警示自己不要忘了因为赌博。 自己过过什么生活? 可后来生意一忙就把衣服给忘了。 现在收拾出来, 清洗一下再找个地方放起来, 警示自己。 不过就在他拍打衣服上的灰尘的时候, 从里面掉出来一张当票, 这是他当年当自己母亲的当票。 现在已经过了三年了, 当期正好到了。 李平安拿上银票, 驾着马车就向老家的方向奔去。 等他诚信当铺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了。 李平安在来的路上心中暗自祈祷, 自己母亲现在一定要平安呢。 自己走的时候, 母亲已经是疾病缠身了, 也不知道胡掌柜有没有找郎中给自己母亲治病。 怀着忐忑的心情, 李平安就走进了当铺。 李平安进了当铺的之后, 就发现自己母亲和胡掌柜在一起呢, 心中是有喜有怒。 喜的是自己母亲安然无恙, 怒的是这胡掌柜, 看样子是想当自己老子啊。 香秀和胡东来, 也看到了前来的李平安。 李平安朝着香秀喊了一声娘, 香秀这眼泪顿时就下来了, 走到李平安跟前, 他的一个耳光就甩到脸上了。 李平安这下一点脾气也没有, 立马跪倒在香秀的跟前说道, 娘啊, 儿子知道错了, 这次是来接你回家的。 香秀听后说道, 你个不孝子, 从你把我当了之后, 我就没你这个儿子。 李平安听后是悔恨抽了自己两个嘴巴子说道, 娘啊, 儿子当时糊涂啊, 现在我已经再也不赌了, 也有了自己的铺子了, 您就跟儿子回家, 让儿子好好孝敬您吧。 香秀听自己儿子说出这话, 心头也是一软, 这眼泪止不住又落了下来。 胡东来在一旁也插不上话, 这时候从档铺后面传出来一个声音说道, 我说嫂子, 平安都这样了, 你就原谅他吧。 我可以给证明平安是真的不赌了。 李平安一听, 这声音有些熟悉啊, 抬头一看, 这不是帮自己的王源外吗? 然后就询问, 这怎么回事? 胡东来就跟李平安说出了这里面的原因。 原来这个王源外, 三年前来这里做生意, 从一个人手里买了一幅画, 当时说是那个名人的真迹, 花了一千两银子, 后来生意, 生育到了困难, 就把这话拿到诚信当铺来典当。 让香秀一眼就看出不对劲了, 因为香秀的老爹之前就是开古玩店的, 从小就听他老爹念叨怎么分辨古物真迹, 时间一长而如木染之下, 对这方面就有了些惊艳。 看到王源外拿到的这幅画很有问题, 就说出了自己的见解。 王源外一听香秀说的很有道理, 立马就曝光了, 把卖他假话的人就给抓起来了。 王源外非常感激香秀给自己挽回了这么一个大损失, 就经常来当铺找他们聊天, 时间一长就知道了李平安的事。 他回到临县之后, 发现有个乞丐很像香秀说的李平安, 就设计给李平安演了一出戏, 看看这小子还有没有良心, 有良心的话自己就拉他一把, 没良心的话就让他自生自灭算了。 现在看来李平安还是有良心的。 李平安心里感激自己母亲, 又给了自己一次生命, 这最后香秀也原谅了自己儿子。 都说父母再不远游, 在新的一年里祝福天下父母身体健康, 不要让子欲养而亲不待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 一个抠门的财主为了省钱没有在家里请护院, 结果没过久家里就到让土匪给抢劫了, 抠门财主迫不得已请了一个高手看家护院, 可让一个小偷给发现了破绽, 家中又被盗了。 这就是咱们要说的故事, 有文化的小偷。 故事开始的时候, 张有钱正在衙门里报官, 说自己家里昨天夜里闯入了四五个强盗, 把自己家里值钱的古玩字画都给抢走了。 请献老爷做主, 派人去找回自己的丢失的财物。 献老爷听后就问道, 张有钱, 你可看清那帮歹徒的面孔了。 张有钱听后就说道, 大老爷, 昨天夜色太暗, 而且那几人都用黑布蒙面, 没有看清楚面容。 献老爷听后就说道, 既然你没有看清面貌的话, 这事就难办了。 你回去吧, 等带到匪徒之后, 本官再给你消息。 张有钱从衙门出来之后, 心里后悔极了。 后悔自己没有在自己家里请一个标局的护院。 原来张有钱在城里也算是个有钱的主, 城里铺子开着, 家里大房子住着。 小日子过得非常舒坦。 不过张有钱的为人确实非常的抠门, 虽然家里院子不小, 但也只找了一个做饭的厨子, 和一个干杂活的下人。 家里连个看门的下人都没有, 更不用说是看家的护院了。 昨天夜里子时的时候, 突然几个蒙面大汉跳入了张有钱的家里。 把张有钱收藏的几幅名贵的字画全给拿走了, 而且还顺走了不少其他东西。 虽然家里是有两个下人不假, 但一个厨子和一个小杂工在看到歹徒亮出明晃晃的大刀之后, 吓得都快尿了裤子, 根本一点作用都没有。 这次的歹徒让张有钱损失了上千两的银子。 所以今天一大早张有钱才会着急忙慌地去衙门报官的。 从衙门出来之后, 张有钱心想自己的字画, 估计很难找回来了。 等回到家里之后, 张有钱的小妾春花就过来问道, 老爷,怎么样了? 咱们的宝贝还能找回来吗? 张有钱听后是没好气地说道, 找什么找, 连人家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现老爷又不是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 他能去那里找啊, 只能等那天歹徒落网了, 看能不能把抢咱东西的事给交代出来了。 这有的看官就疑惑了, 张有钱不是挺抠门吗? 怎么还娶了小妾了? 张有钱再抠门, 毕竟也是男人呢, 爱美之心人皆有知, 张有钱虽说挺抠门, 但他在两件事上从不抠门, 一是美色, 二是古丸自画。 春花就是张有钱最近刚娶的小妾, 她本来最近又看上了一个姑娘, 想近期给娶回来呢, 不过经过昨晚的事章, 有钱认为还是先请一个护院才是正事。 这时候, 那个肝杂活的下人走过来说道, 老爷, 一个自称李虎的人来找你。 张有钱听后脑海里就浮现出一个人来, 这个李虎张有钱是认识的, 他是城里标局的总标头。 几个月之前李虎就找到过张有钱, 意思就是让张有钱聘请他们标局的两个标师, 去他们家里做护院。 张有钱那抠门的性格, 当时就拒绝了李虎。 现在这个李虎来干什么? 难道是来看自己笑话的? 然后就让下人把李虎给请了过来。 没一会功夫, 一个精壮的汉子走了过来。 张有钱赶忙起身迎接。 两人问好之后, 李虎就说道, 张员外, 你的情况我也听说了, 小弟早让你请我们标局的标师来, 您当初不听啊, 您看现在发生了这么一档子事。 张有钱听后说道, 哎, 也怪我当初没有听李老弟的意见, 现在想想还真是后悔啊。 李虎听后就说道, 那张员外是不是请两个我们标局的标师啊? 我保证您请了我们标局的标师之后, 肯定不会有歹徒再来找你麻烦。 张有钱在听了李虎给出价格之后, 就推托自己再考虑考虑。 李虎见状就走了, 临走的时候还说道, 张员外, 我们标局的标师各个武艺高强, 您请了之后, 肯定会没有后顾之忧的。 等李虎走后, 张有钱也出门了, 春花问他干嘛去。 张有钱就说道, 还能干嘛去? 当然是去别的标局问问价格, 要不然让李虎那小子给坑了怎么办? 经过一下午的咨询, 张有钱跑了城里四五个标局, 每家都说自己标师武艺高强, 要的银子都差不多。 张有钱心想, 不如自己还是找李虎吧, 毕竟这小子老早就找过自己了, 而且他们那里的标师自己也见了, 确实不错。 转悠了半天, 张有钱也饿了, 正好前面就是酒楼, 不如到里面吃点东西再回去吧。 可张有钱想了一下, 还是去了酒楼旁边的小面馆了。 不过就是在面馆里, 张有钱听到一个重要的消息, 那就是昨天夜里, 不是他一家被抢了, 城中的王源外家也被抢了, 而且据自己所知王源外家里也没有护院。 想到这里张有钱脑海里, 就闪出一个想法, 难道这标局和土匪有勾结? 想想也是啊, 如果天下没有土匪的话, 那标局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他们两者就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想明白这点之后, 张有钱心里就有了主意了。 护院肯定是要请的, 但他不从几个标局里选标师了, 而是自己选。 到了第二天, 张有钱就在他家门口的墙上贴上了一张告示, 上面写的是, 重金聘请护院, 只要是通过自己测试, 每年给一百两银子的工钱。 门口还放了一个大石墩子, 一个壮汉伸开双手根本就抱不过来。 看样子足有上千斤重量。 张有钱说了, 只要谁能把这个石墩子抱起来, 离得有一尺, 谁就是自家的护院。 自从张有钱的这个告示贴出去之后, 城里几个标师都来这里看过, 离虎也来了。 而且他的标师还想上前试试, 让离虎给拦住了说道, 这个石墩太重, 我都没有把握, 你前去也是白去。 而且到时候抱不起来, 还会辱没了咱们标师的名声, 那样一来就得不偿失了。 其他标师也无人前去, 估计都有同样的顾虑。 连这两天也无人前来挑战, 几个标局都等着看张有钱的笑话。 不过到第三天的时候, 就来了一个黑状的汉子前来挑战。 这汉子名叫马武, 自幼习武, 一身肌肉展现出爆炸般的力量。 来到张有钱门口, 问张有钱这告示说的是不是真的。 张有钱说道, 只要你能把这个石墩子抱起来离地一尺就算过关。 每年一百两的工钱。 马武听后, 走到那石墩子面前, 运足了气息, 双臂紧紧地抱住石墩, 大鹤一声起。 只见那石墩子让马武给抱了起来, 周围地看热闹的百姓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都不敢大声说话, 怕打扰了马武。 马武把石墩子抱了起来, 虽然脸色仗得通红, 但气息还没有紊乱, 朝着张有钱问道, 这样可算过关了。 张有钱见状笑着说道, 算, 必须算啊, 以后你就是我府中的护院了。 马武听后, 又稳当当地把石墩子给稳稳地放下来, 这才长长出了一口气。 众人见他如此神力, 都大声为他喝彩。 城中标局的标师健壮都很不服气, 都想和马武比试一番, 但都让他们头头给拦了下来。 俗话说得好, 一力降石会。 你功夫再牛, 也没人家的力气大呀。 万一到时候输了, 不光是你自己丢人, 整个标局都跟着丢人, 以后这生意还做不做了。 虽然现在各个标局的标师 对马武都不服气, 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都没有想和马武比试的念头了。 因为马武自从成了张府的护院之后, 整天一大清早就在张有钱门口五刀弄棍地耍上一番。 其实这点倒是没啥, 让人害怕的是这小子抱石墩子还上瘾了。 而且一天比一天抱得顺溜, 上千斤的石墩子在他手里就跟完似的, 这人的力气也太大了。 从这之后, 就没人再想着和马武比试了。 马武在张有钱家也是尽心尽力保护他一家的安全。 这一转眼马武就在张有钱家里待了三年了。 这三年内, 张有钱家里是再也没进过歹徒。 他的小日子过又非常滋润起来, 而且还娶了第三房小妾。 最近张有钱心情不错, 他又收藏了一幅名人字画, 如果一转手的话, 保守估计能赚个上千两银子。 不过让张有钱不知道的他已经让一个小偷盯上了。 这个小偷名叫刘一手, 专门喜欢偷一些豪门大户人家。 而且从来都没有试过手。 刘一手在行窃之前, 肯定会把这家主人的生活习惯给磨得透彻。 还有自己失败后逃跑路线都全部规划好。 刘一手经过观察张有钱的院子就发现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张有钱府里有个厉害的护院马武, 另一个是自己就算是绕开了马武, 自己怎么知道自己偷的话是不是真品呢? 这两个问题让刘一手最头疼的是第二个, 因为一般收藏者怕自己的藏品被盗, 都会事先准备好一个赚品掩人耳目。 自己对字画是一窍不通, 万一偷到画是假的怎么办? 所以刘一手就想了一个好主意, 他乔装打扮成一个小伙去了古玩店当伙计, 在铺子里不要工钱, 只让掌柜的教他一些鉴定古画真伪的技巧。 掌柜的一看来了一个免费的伙计, 心里还挺高兴的, 就教给刘一手一些辨别真伪的技巧。 刘一手白天在古玩店里学技术, 晚上就溜到张有钱的府上寻找对付马武的方法。 这天, 刘一手趁着夜色就溜到了张有钱的家门口, 然后他就看到了马武经常抱的那个石墩子, 刘一手顿时也手痒了, 就伸开双手抱着石墩子, 想感受一下这石墩子到底有多重。 试完之后, 刘一手心里就有数了。 一个月之后, 刘一手感觉自己学得差不多了, 就趁着夜色潜入了张有钱的府里。 刘一手计划第一步就是先解决掉马武, 和自己预想的一样, 这马武就是一个绣花枕头, 没几下就让刘一手给收拾了。 等收拾完马武, 刘一手又潜入了张有钱的书房, 这里正是张有钱放自己收藏的宝贝的地方。 和刘一手料想得不错, 张有钱这个家伙果然是个老狐狸, 书房里放在明面上的字画都是赚品, 真品肯定让张有钱给藏起来了。 就在刘一手翻箱倒柜找真品的时候, 张有钱突然走了进来。 他今天老感觉自己眼皮老跳, 害怕自己宝贝被盗, 所以才来书房看看。 就在张有钱关上房门的时候, 刘一手突然窜到了张有钱的身边, 一把匕首已经抵在了张有钱的脖子上。 张有钱见状是吓得不敢动一下, 颤声地说道, 大哥你是谁, 我府里可是有非常厉害的护院的, 你现在走还来得及的。 刘一手冷笑一声说道, 哼,张元外你的护院是什么水平你心里清楚, 现在把你收藏的名画拿出来, 不然你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张有钱听后是脸色一阵惨白, 颤声地说道, 大哥, 我收藏的字画都在这里了, 你要那个都拿走就行了。 千万不要伤我性命啊。 刘一手听后说道, 你不要跟我耍小聪明, 你这些全是赝品, 把你最值钱的画拿出来。 张有钱听后心中一沉, 没想到这小偷还能分辨出字画的真伪, 看来自己这次真的要出血了。 张有才就走到一个厨子旁边, 打开了其中的匣子, 从里面拿出了一幅画, 打开说道, 大哥, 你看这幅山水图, 就是我收藏的真品。 刘一手拿过来仔细一瞧, 用自己所学的知识, 就发现了这画的几处破绽。 刘一手冷笑一声说道, 张员外看来你不老实啊, 还敢拿赝品来糊弄我。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张有钱赶忙说道, 大哥, 你果然好眼力啊, 这话就是假的, 不过这个, 就是我收藏的最值钱的一幅了。 刘一手冷笑说道, 一个赝品能值几个钱? 张有钱赶忙说道, 大哥, 你别看它是一幅赝品呢, 价值一千两银子呢, 要是真品, 就得上万两了, 我这还是托不少关系, 才弄到手的。 刘一手听后, 笑着说道, 我不管他值多少钱, 老子手里从不拿假货, 把你不是赝品的最值钱的话拿出来。 张有钱听后, 又拿出来一幅话说道, 大哥, 这个是正版桥画的竹子, 是我最心爱的珍藏了, 能值个五百两银子。 刘一手拿在手里仔细瞧了一番, 不过这会他没有瞧出什么门道。 这也不能怪刘一手, 书画鉴定哪有那么容易学呀, 别说一个月了, 就是一年的功夫, 恐怕也只能学点皮毛。 何况那个古玩店掌柜, 也不是很厉害的人物, 交给刘一手的知识就有限了。 而且他自己还刘一手呢。 刘一手心想这竹子, 自己也分辨不出来真伪, 姑且就把他当作真的吧, 立马就想把这话给包起来, 但他突然看到张有钱嘴角露出一丝奸笑, 就知道这小子又在忽悠自己。 立马把那竹子话扔到一边说道, 哼, 好小子到现在还想蒙骗我, 看来不给你点教训, 你是不拿真东西了。 张有钱心想坏了, 这小偷还真的有文化, 自己两幅画都让他给看出破晓, 看来他应该也是个行家, 再不拿真品, 把他惹毛了自己, 肯定没有好果子吃。 想到这里, 张有钱就说道, 大哥莫要动手, 刚才是我一时慌张, 才拿错的, 我保证这次肯定拿不错了。 刘一手冷哼一声说道, 哼, 你这人狡猾至极, 看来不能信你的话, 还是老子自己找吧, 这越真的东西藏的都越严实, 你老实待着, 敢出生或者乱动我一刀结果了, 你性命。 张有钱下的现在原地不敢乱动,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刘一手翻找自己的宝贝, 心里都凉了一大截了, 刘一手翻箱倒柜, 终于在书房的桌子底下, 找到了一个小盒子。 不过这盒子上面却上着锁, 刘一手心想这盒子藏得这么严实, 而且还上着锁, 这里面肯定有宝贝啊, 立马就让张有钱把它给打开。 这回张有钱变聪明了, 紧张地说道, 大哥, 这盒子里没什么好东西啊, 而且这钥匙我也不知道放哪里了。 刘一手听后就怒道, 小子, 你少给我耍花招, 赶快打开。 张有钱还真的没有把钥匙戴在身上, 就说道, 大哥, 你别急, 我这就找, 然后就在屋里翻箱倒柜地找了起来, 可都找了大半天了, 依然没有找到。 刘一手不耐烦了, 决定给他一点教训, 拿起匕首就扎了张有钱的小腿一下。 张有钱吃痛, 就大声地叫喊了一声, 我一定会找到的, 如果让我找到了, 一定会献给大哥的。 刘一手听到张有钱大声喊叫, 就赶忙说道, 你小子小点声, 也不用给你的护院报信。 他早已经让我给制服了。 张有钱听后颤声地说道, 我知道了大哥。 果然没一会的功夫, 张有钱就找到了一个小钥匙。 刘一手健壮兴奋地说道, 赶快打开。 张有钱没有办法, 只能把那个盒子给打开了。 等这盒子打开一瞧, 刘一手就乐了。 这盒子里面果然有好东西啊。 只见这里面躺了一个翡翠的镯子, 通体碧绿, 一看就不是繁品, 估计能值上不少的钱。 张有钱看着这镯子心里还有些舍不得, 这是他正房媳妇娘家陪送过来的手势。 话说, 自己好长时间没去管过自己, 媳妇无事了。 以前娶了二房, 整天和二房腻在一起, 现在娶了三房, 又整天和三房腻在一起。 刘一手一把拿过玉镯放到了怀里, 笑着说道, 总算这次没有白来, 算你小子识相, 不然你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然后就开门而去。 可等刘一手打开房门之后就愣住了, 只见门外占了不少的捕快, 把他已经团团给围住了。 别说刘一手愣住了, 张有钱也愣住了, 不过随后就大喜地说道, 大人, 赶快把这小偷给抓了。 就这样刘一手和张有钱等人全被带入了县衙。 刘一手现在也没有想明白张有钱是什么时候报的官。 经过县老爷一番, 审理他才得知了真相。 原来, 张有钱的护院马五住的地方和他书房, 挨着。 马五被刘一手制服绑起来之后, 就知道事情不妙。 恰巧张有钱的二房小妾春花来找马五。 自从张有钱娶了三房之后, 对春花就不理会了。 春花寂寞难耐, 这府里就四个男人, 一个干活的下人, 自己肯定看不上。 那厨子整天身上油哄哄的不干净, 春花就把主意打到马五的身上了。 俗话说, 女追男阁曾杀, 很快两人就背着张有钱搞起了事情。 春花看到张有钱被绑起来之后, 就意识到事情不妙, 立马给他松了绑。 马五告诉春花家里禁贼了, 自己估计在这府里混不下去了, 咱们还是拿些钱跑路吧。 春花也同意马五的说法。 就当两人想跑的时候, 突然听到张有钱说道, 我一定会找到的, 如果让我找到了一定会献给大哥的。 两人心里害怕极了, 以为两人的事情败露了, 就想抓紧找钱跑路。 可他们两个鬼鬼祟祟地 让张有钱的大房无事给看到了, 知道两人肯定没安什么好心, 就让厨子赶忙去报官了。 结果就把刘一手给抓住了。 刘一手怎么也没有算到, 自己会让两个偷情的人给坏了事。 县老爷又问道, 刘一手, 本官听说的这马五天生神力, 你说你把他给制服了是不是在撒谎啊? 刘一手听后就笑着说道, 大人, 你们都让张有钱这个抠门的铁公鸡给骗了, 这马五根本就不是什么天生神力, 他整天报的十吨子也没有千斤重, 要是有的话, 那放十吨子的地面估计早让他给砸出一个大坑了。 那里虽然有坑, 但并不是很深, 而且张有钱是了名的抠门, 所以我就断定马五肯定不是什么大历史。 县老爷听后就问张有钱, 刘一手说的可是真的呀。 张有钱这时候也说道, 回大人。 马五的确不是什么大历史, 是我从戏班子找的一个武生。 每年给他十两银子的工钱, 没想到这人竟然勾引我二房, 请大人严惩这两人啊。 县老爷在明白所有事情的经过之后, 把刘一手, 马五还有春花给关入大牢厅后发落了, 退堂的时候又给张有钱说道, 张原外, 本官就不明白了, 你那有钱, 为何在这种琐事上省钱呢? 还把自己小妾给搭了进去了, 实在不值啊。 张有钱回家之后, 也想开了, 立马就从李虎的标局请了两个厉害的标师, 为了不让自己头上再多一顶帽子, 就把娶的小妾给修了, 只和自己正方无视过起了安安稳稳的日子。 一个话多的老汉, 好不容易收了两份份子钱, 没想到第一次让他尴尬无比, 第二次收得直接气到吐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就是咱们要说的故事, 烫手的份子钱。 话说在河南的马家庄里有户人家, 家里面只有两个人生活。 一个是五十多岁的马大嘴, 一个是他二十多岁的儿子马小宝。 马大嘴老婆在小宝十多岁的时候, 不幸患病去世了。 大伙都劝说马大嘴趁着年轻再找一个, 也好帮着他看儿子。 不过马大嘴并没有听大伙的劝, 没有再找媳妇, 怕找了媳妇之后, 毕竟不是亲生的, 对自己儿子不好, 让小宝再受委屈。 这是一方面的原因, 不过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马大嘴的家里, 当时已经是外债累累了, 为了给他媳妇看病欠了不少的钱, 没有那个姑娘肯嫁给他, 就算是寡妇听了他的条件后, 也是直摇头。 所以, 马大嘴就没有再去, 把自己的精力都放在培养自己儿子小宝身上了。 其实, 马大嘴并不是马老汉的真实姓名, 马老汉真名叫马福海。 就是因为马福海从小化就多, 村里的大事小情他要是知道了, 不出一上午的功夫, 全村就都知道了。 简直就是一个移动的信息广播站。 大火本以为马福海等年岁大了, 这画牢的毛病会改掉的。 没想到, 马福海是年岁越大, 他的话也越来越多。 知道他这个毛病之后, 大火都不叫名字了, 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马大嘴。 马福海对大火给他起的这个外号也不在意, 整日里还是碰到谁, 都要给人家说上一番。 简直比老太太的嘴还碎。 不过他儿子小宝正好和马大嘴的性格相反, 从小就不怎么爱说话。 每当马大嘴在街上滔滔不绝和大火说自己今天的遭遇的时候, 大火都说, 马大嘴你快停下来吧。 你知道你儿子为什么话这么少吗? 他的话都让你说完了。 马大嘴对小宝不爱说话的行为也感到奈闷, 自己那么能说, 自己儿子怎么回事, 从小就不爱说话, 这一点也不随自己啊, 估计是随了他母亲的性格, 少言寡语的。 这以后怎么能讨女孩子欢心, 怎么娶老婆呀? 马大嘴的担心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小宝转眼二十多岁了, 还没有娶到媳妇呢, 在当时也算是大龄圣男了。 急得马大嘴整日里托媒婆和村里照大妈, 吴大妈, 孙大妈, 各种大妈给他儿子说个媳妇。 大火也乐意积极地帮忙, 领来的姑娘是不少, 不是小宝没有相中, 就是马大嘴没有相中。 这有的看官就疑惑了, 大火不是挺反感马大嘴的吗? 怎么还那么积极地帮他儿子找儿媳妇呢? 其实这里面还是有原因的, 早年间的马大嘴是个走街串巷的货廊, 每日穿梭在各个庄子里卖货, 因为马大嘴能说会道, 他的小生意还是不错的, 而且他媳妇就是他在别的庄子上卖货认识的。 然后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 把人家姑娘给娶回了家。 以前的时候, 没有什么电视机, 手机这样的物件, 白天劳累了一天, 到了晚上的娱乐方式就是在村里大伙凑到一块聊天砍大山。 不过村里的人每天发生的事都是一样的, 就是简单的吃饭, 下地劳作, 然后回家休息。 没有什么新鲜感, 可言。 要是谁家夫妻小两口吵个架, 能让大伙说上好几个晚上, 这时候马大嘴就成了他们那里的主角了, 他每天走街串巷去到不少的庄子, 遇到不同的人, 碰到不同的事, 他就添油加醋地给大伙说上一番, 听得大伙还津津有味的。 有的时候, 一到傍晚, 大伙都找到马大嘴, 让他给说说, 今天他又遇到了那些比较有趣的事。 这一来二去的, 马大嘴在村里的人员还是比较好的, 谁家有个红白喜事的, 都会把马大嘴给叫来。 既然人家主家叫了自己, 自己也不能空着手去啊, 当然这份子钱得随上。 亲近的人随得多些, 关系一般的随得少些。 这天傍晚, 马大嘴从李四家吃席回来。 对小宝说道, 你看看人家李四的儿子, 比你还小上两岁, 都已经娶上媳妇了, 你也得快些, 不然怎么对得起我随出去的份子钱呢? 一提起自己随出去的份子钱, 马大嘴立马就从屋里拿出了自己算账用的小算盘。 对小宝说道, 我给你算算, 这些年你老子光份子钱随出去了多少? 然后他嘴里念念有词地说道, 去年小李子结婚随六十个铜板, 前年老王孙子过满月, 随里八十个铜板。 大前年老孙家半白事, 随里四十个铜板, 马大嘴不住地唠叨着, 手里也没停下, 劈里啪啦一顿算, 最后惊讶地说道, 我的天哪, 这些年老子随份子不知不觉, 就随出去了十两多银子了。 这还有我没有想起来的, 小宝你得抓紧了, 不然的话等你老子我一走, 这人情世故就散了, 咱们随出去的银子就要不回来了。 小宝听了, 只是说道, 自己尽快带这个媳妇来。 马大嘴听儿子这么说, 心里才好受一些, 不过这天晚上, 他是怎么着也睡不着了。 没想自己这些年, 竟然随份子随出去了这么一笔巨款。 自己老办的事都已经办完了, 现在自己唯一能有个收份子的理由, 就是小宝的婚事了。 不过这小子一时半会也找不到媳妇, 这可怎么办呢? 这个施压在马大嘴心里。 一晚上没有睡好, 到了第二天, 马大嘴还是心事重重的, 心里想着找个什么由头把自己随出去的份子钱给收一下。 这一天过得也是无精打采的, 到了傍晚的时候, 大伙又来找马大嘴, 找他来也没有别的事, 就是想听他砍大山。 马大嘴心里虽然有事, 但也架不住大伙的热情, 就到了村里的大槐树下, 刚坐下没说两句呢。 从远处跑来一个人, 看到马大嘴就急切地说道, 马福海, 你快别说了, 你表姐快不行了, 是他家里让我来给你送信的。 马大嘴听那人说完, 顿时脸色惨白。 他是有一个表姐, 不过表姐远嫁到一百里之外的张家村了, 小宝母亲走了之后, 自己还把小宝寄养到表姐家一段时间, 前段时间他们还通了书信, 怎么这人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要说自己这世上除了自己儿子之外还有亲人的话, 就是自己唯一的表姐。 现在听到这个噩耗, 马大嘴顿时忍不住痛哭流涕。 大伙一看赶忙上前询问情况, 在得知马大嘴表姐的事后, 大伙都纷纷表示同情。 这个时候, 马德成就站出来说道, 大嘴哥, 咱们表姐的事我也感到很难过, 虽然这事我可能去不了, 不过这份子钱你得拿着, 说着就拿出了一把铜板塞到了马大嘴的手里。 大伙一看马德成都, 已经表态了, 也纷纷拿出了自己的份子钱。 没一会的功夫, 这事就传开了。 大伙纷纷到马大嘴的家里来, 安慰他, 当然了, 也没有空手来的, 都是带着份子钱来的。 马小宝看着那么多人来家里, 随份子也吓坏了, 问他老爹是不是背着自己, 给他胡乱说了一个媳妇。 后来知道事情的真相之后, 心里虽然落下一个大石头, 但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 自己还是比较喜欢表姑的, 没想到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 都说事事无常,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等来随份子的人都走后, 马大嘴心里非常难过, 但看到满桌子的钱, 也好像得到了什么安慰, 把钱一数差不多五两银子。 心想等自己儿子再一成亲, 以后有了孙子之后再办个满月酒, 自己随的份子差不多就全回来了, 说不定还能赚上一些的。 到了第二天一早, 父子两人就雇了一辆马车, 直奔张家庄了。 等马大嘴两人风尘仆仆地赶到之后, 就见自己表姐夫正给一个江湖郎中陪着笑脸呢。 马大嘴就问是怎么回事, 表姐夫就说道, 你表姐前两天还好好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感觉自己肚子疼, 而且疼得很厉害, 我以为是中了什么鞋了, 还专门请了倒是来家里驱鞋呢, 结果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 今天这不碰到一个江湖郎中, 就请他前来看看, 刚买了一些包治百病的药丸, 还没有给你表姐服下呢。 马大嘴一看这郎中尖嘴猴腮,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而且自己走南闯北, 见识了不少的骗子, 这家伙估计就是一个骗子, 还说什么能治百病的药丸。 要是真的如此的话, 这世上岂不是没有人会因为疾病而死亡了。 马大嘴就一把拽住这江湖郎中的衣服说道, 你赶快把骗我表姐夫的钱还给他, 不然的话咱们就官府见。 那郎中一看马大嘴不像是好惹的人物, 骂骂咧咧地把钱还给了马大嘴的表姐夫, 然后灰溜溜地走了。 表姐夫见状就问道, 这要完还给你表姐吃吗? 马大嘴没好气地说道, 吃个屁啊, 小宝抓紧时间背上你表姑去医馆啊。 小宝听后立马就背着表姑去了医馆了。 等到了医馆之后, 经过郎中的一番诊治, 马大嘴才放下心来, 原来自己表姐并不是得了什么急症, 而是得了长庸, 用咱们现代的医学解释就是蓝尾炎。 好在郎中的医术不错, 找到症状所在, 开了几服药让回家休养去了。 马大嘴在表姐家住了几天的时间, 确定自己表姐没啥事了, 就想着回去了。 自己表姐没有孩子, 对小宝是非常上心。 就让小宝留下了陪他表姑一段时间。 马大嘴自己就坐车回家了。 不过在回家的路上, 马大嘴就响了。 这下玩笑开大了, 自己都已经把村里人的份子钱都给收了, 现在表姐居然又没事了。 这件事自己回去怎么跟乡亲们解释啊? 思来想去, 马大嘴就决定顺水推舟, 反正自己表姐远在他乡。 村里的人也不可能跑那么远看自己表姐去世了没有。 这份子钱自己就先收下了, 大不了到自己表姐真过世的时候, 自己不告诉大伙, 不就行了抱着这种想法, 马大嘴就把大伙的份子钱给留下了。 等马大嘴到了村里的时候, 大伙都前来安慰他, 并询问小宝怎么没有来, 马大嘴就说道, 小宝从小就受到过自己表姑照看, 这次没回来是给他表姑守灵呢? 大伙听后都纷纷说小宝是个孝顺的孩子。 这一转眼, 就过了半个月的时间了, 小宝也从他表姑家回来了, 马大嘴见自己儿子回来了, 就问他表姐的状况。 在得知表姐没有什么大碍之后, 心里也算是放下了一块大石。 不过他接着又给小宝说了他留下大伙份子钱的事了。 小宝听后很是无语, 没想到自己老爹竟然为了钱做出这种事情。 不过为了老爹的面子, 他也只好帮他打圆场。 就当马大嘴以为这是过去的时候, 意外突然发生了。 这天一早的时候, 马大嘴就听到有人在框框地敲他家的大门。 马大嘴开门一看, 顿时就愣住了。 这门口站的赫然是自己的表姐, 还有自己一个不认识的姑娘, 模样长得还挺清秀的。 而在他表姐身后还跟着好几个相亲, 表姐就笑着说道, 福海啊, 这么多年没来过你家了, 我都不记得路了, 好在相亲们热情, 知道我是你表姐后纷纷来给我指路。 马大嘴心里现在五味杂陈, 两眼一黑, 差点没有晕过去, 心里说道, 我的傻表姐, 他们那里是好心啊, 分明就是来看我笑话的。 看着大伙一样的目光, 马大嘴脸色涨得通红, 恨不能找个地奉钻进去, 不再出来了。 为了缓解尴尬, 马大嘴就问道, 表姐, 这姑娘是? 表姐就说道, 哦, 这姑娘名叫凤娥, 是们村里的, 也是个苦命的孩子。 之前和小宝挺聊得来的, 而且小宝到现在还没有成亲呢, 所以我就带凤娥让你看看, 如果满意的话, 让凤娥做小宝的媳妇怎么样啊? 马大嘴看着眼前的凤娥, 虽然这姑娘模样长得不错, 但身子骨看着并不是很风鱼, 挺瘦弱的样子, 不知道以后能不能给我们老马家生个一男伴女传承香火呢? 要是放在平时, 像凤娥这种身材, 马大嘴指定是看不上的, 不过她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 自己收了大伙的份子钱, 自己的表姐非但没有过世, 还给自己带来一个儿媳妇, 自不能再把份子钱一个个的再还给大家吧。 看着小宝和凤娥两人眉来眼去的, 马大嘴心里虽然不太喜欢凤娥, 但为了缓解自己尴尬的处境, 就同意了凤娥和小宝的婚事。 虽然大伙是给自己表姐随的份子钱, 但自己表姐没有事, 这份子钱就当是给自己儿子小宝喜事的份子钱吧。 小宝一看自己老爹同意了自己和凤娥的婚事, 心里是非常的高兴。 这会野化也变得也多了起来, 给大伙说自己的喜讯, 生怕自己老爹再反悔。 大伙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之后, 虽然感觉马大嘴这是办得不地道, 但既然他儿子结婚, 这随出去的份子钱也不好意思再往回要了。 就当给小宝成亲的份子钱吧。 就这样, 本来的两口之家成了三个人了。 婚后小宝和凤娥生活的还是比较幸福的, 虽然儿子是幸福了, 但马大嘴心里就是不舒服。 因为之前媒婆给小宝也介绍过不少年轻貌美的女子, 自己都嫌弃人家体格不行, 一看生孩子就困难所以都给拒绝了。 马大嘴之所以有这个顾虑, 就是因为小宝的母亲当年就是身体不行, 生下小宝不久后就得病了, 到最后病没有看好, 人也没了。 自己落得一个人才两空, 他不想让自己儿子走自己的老路, 所以给小宝像了那么多姑娘, 他都没有同意, 要不是自己表姐份子前的事, 自己也觉不会同意小宝娶凤娥的。 不过现在他们既然已经成亲了, 自己说啥也晚了, 不过要孙子的大事, 自己还得督促他们一下。 所以马大嘴就整天在凤娥和小宝的耳边说, 让他们尽快要个孩子, 趁着自己还能动, 能帮他们照看一下。 小宝和凤娥让马大嘴在耳边叨叨的耳朵都出茧子了, 虽然他们能也很想要个孩子来堵住自己老爹的嘴, 可以小宝和凤娥成亲转眼都已经两年多了, 凤娥的肚子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 期间马大嘴找来了城里有名的郎中来给他们检查, 得出的结论就是小宝和凤娥的身体没有什么问题, 至于为什么一直要不上孩子, 估计是缘分未到吧, 按照以前的医学水平只能这么解释了。 凤娥不在的时候, 马大嘴是没少埋怨马小宝说道, 我给你说了多少遍了, 找媳妇一定要找身体好些的, 你看凤娥瘦的, 吃多少好东西也胖不起来, 这样怎么能要要上孩子啊, 看隔壁的马寺比你成亲还晚, 孩子都快会打酱油了, 你们这是要急死我呀。 马大嘴整日的唠叨, 让小宝和凤娥的夫妻感情也出现了裂痕。 马大嘴本身就爱唠叨, 自己儿媳妇一直怀不上, 孩子她心里也着急, 这天凤娥做好了饺子, 想给马大嘴送去, 正好听到马大嘴在跟别人说自己是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 凤娥听到这里顿时火冒三丈, 凤娥的脾气也不是很好, 当时就和马大嘴吵吵到一块了, 邻居见状, 赶忙叫来了小宝来劝家。 一边是自己的老爹, 一边是自己的媳妇, 小宝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好不容易把两边都给劝好之后, 凤娥到了第二天收拾东西就回娘家了。 小宝本想劝阻的, 但让马大嘴给拦了下来, 并且生气地说道让他走, 用不了几天他就会回来的。 果然不出马大嘴所料, 五天后凤娥回来了, 而且马大嘴的表姐也一块跟着来了, 把马大嘴狠狠地骂了一顿就走了, 让他好好照看凤娥。 小宝见自己表姑都发话了, 自然是不敢不从。 马大嘴虽然嘴上答应着, 可心里还一直憋着气呢。 一是正儿媳妇到现在还没有给自己生个大孙子, 二是自己想靠着孙子的满月宴, 把之前的份子钱再收一波的。 看样子这很难实现了。 可是命运有的时候就爱给人开玩笑, 就在马大嘴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 小宝告诉马大嘴凤娥怀孕了。 这下可把马大嘴给乐坏了。 一改往日对凤娥的态度。 啥事也不用她做, 全安排小宝去做。 一家人又回到了刚开始的幸福时光。 凤娥心里也高兴, 自己这么多年了, 总算是怀上了。 自己也跟着沾孩子的光了, 在家里地位就是第一位。 经过十月怀胎, 一朝分娩。 凤娥给马家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 可把马大嘴和马小宝给乐坏了。 马大嘴见人就说自己有孙子了。 你们都准备好, 都要来参见自己孙子的满月宴了。 到了自己小孙子满月宴的这天, 村里的男女老少大部分都来了。 马大嘴现在是收钱收得手发软, 心里甭提多高兴了。 自己之前随得份子钱全都回来了, 看样子还有得赚。 正当他心里盘算着是不是给自己小孙子过了满月宴, 在办个什么别的宴席的时候, 一个名叫孙六的汉子闯入了马大嘴的家里。 而且还当着大伙的面叫嚷着让马小宝交出自己的孩子, 马大嘴看到有人捣乱, 立马就怒了, 又听孙六这么说不禁怒道, 你是什么人, 真的有你什么孩子, 休要胡言乱语。 这时候, 马小宝和凤娥也听到了动静, 两人赶忙赶到了院子里。 凤娥看到孙六之后, 脸色都白了, 怒道, 孙六, 你来干什么, 赶紧滚。 小宝见凤娥认识这人, 就问怎么回事。 马大嘴也觉得这是有蹊跷。 孙六为何让小宝交出孩子? 还说这孩子是他的呢? 凤娥和小宝成亲这么多年, 都没有怀上孩子, 回了一趟娘家之后就怀上了。 难道说这孩子不是小宝的? 想到这里马大嘴就让孙六把事情给说清楚。 孙六就说道,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孩子就是我和凤娥的, 今天我就是要带走我儿子的。 听他说完这话, 马大嘴看着桌子上的份子前, 好像一个个村里人的一张张嘲笑的脸, 正对自己无情地嘲笑, 然后气得吐出一口老血昏死了过去。 等马大嘴再睁开眼睛的时候, 发现自己正躺在床上呢, 小宝在一旁守着呢? 看到马大嘴醒了过来, 小宝赶忙喊道, 表姑, 我爹醒了。 原来在得知马大嘴吐血昏迷之后, 他表姐也赶了过来。 马大嘴就问道, 我孙子呢? 小宝说道, 爹, 你放心养这吧, 你孙子让凤娥看着呢? 表姐也赶忙说道, 福海呀, 那个孙六是我们那里的, 他就是混混, 已经让县老爷抓到大牢里去了。 孙六对凤娥有好感, 但凤娥根本就不喜欢他, 他这次来就是故意找事的, 挑拨你们的家庭关系的。 而且, 凤娥回娘家的那几天, 一直跟着我住一块, 这孙六根本就没机会接触到凤娥, 更别说行什么不轨之事了。 而且他在衙门都招了, 自己就是想破坏凤娥的家庭。 等凤娥走投无路自己再娶她。 经过自己表姐的一番解释, 马大嘴松了一口气, 自己的孙子保住了, 收的份子钱也保住了。 从这之后, 马大嘴也没有功夫和村里人砍大山了, 整日里照看着自己的小孙子。 好了, 这个故事就说完了。 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一下。 最后不要忘了长按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 咱们下个故事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